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比如从刚刚的例子 我在夏令营教孩子们游泳中 你或许能总结出自己具有两项技能 预测他人的需求并做出反应 以及评估他人的学习风格并进行差异化教学 又比如 在另外一个例子中 你跟团队成员合作了一款手机软件 那你的可转移技能便包括了制定计划 设立目标 以及有效的管理冲突 第三步 向潜在的雇主阐述这些可转移技能 最后 仔细阅读整个可转移技能的列表 选出你拥有的技能 记住 只需要选出那些 你不用额外知道就能表现出来的技能 因为当你像面试官阐述时 它们会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这是一个总结你的自身技能的过程 而这些技能可以运用于不同的工作领域 当你慢慢地学会用语言阐述自身技能的时候 你的未来固主也会发现你的闪光之处 另外 如果你看到感兴趣但稍未掌握的可转移技能 写下来找机会在未来学习这项技能 一旦你开始使用以上的三个步骤 去发掘自身的可转移技能 你就能找到新的思路去向潜在的雇主证明自己的价值 哪怕你的经历跟应聘的工作似乎毫无关系 事实上描述自己的可转移技能本身也是一种技能哦 无论是在社交对话 专系简历还是在准备面试中 掌握了这种可转移技能的阐述 你就能更充分地准备好进入职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